直擊,我是Irene 洪艾爾 今早有光大政券、國際政券策律師 吳禮言Kenny 為大家分析市況解答投資問題 早安Kenny 早安Irene,各位觀眾早安 昨晚鮑威爾發表了一些編音的言論 而美場債息都回升 道之跌超過200點 行資跌跌跌53點 稍後和我們分析一下 外圍最新的情況 以至是港股 有些焦點業績 Kenny也會和我們拆解一下 大家有什麼個別股票疑難 歡迎WhatsApp留言給我們 電話號碼96133819 或者可以在節目留言區留言 說下你的名字和想問股票問題 現在先看看外圍表現 美股反覆偏遠 數據顯示美國就業市場持續放緩 但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星期四就說 當局將會繼續謹慎行動 如果合適的話 將會毫不猶疑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 現在仍然在努力判斷 是否需要採取更多措施 然後考慮將高利率維持多長時間 在鮑威爾發表鷹派講話後 美股跌勢加劇 導致美市一度跌252點 納指跌幅曾經超過1% 導致收市跌220點 報33891點 納指跌128點 報13521點 標誌跌35點 報4347點 美匯指數逼近106點 美國10年期債息先跌後回升 從上4.6離關口 兩年期債息也突破5離 看看焦點美股 咪威爾電消息說 英偉達NVIDIA已經開發出 針對中國市場的改良版系列的芯片 以避開美國出口限制 股價曾經升超過3% 收市升不夠1% 晶片設計公司ARM 營收預測令人失望 股價跌5% 至於Tesla也跌超過5% Google和亞馬遜跌大約1% 職休股迪士尼升近7% 看看焦點中概股和ADR表現 阿里京東和美團都比港股跌超過1% 阿里只算佈80.75% 騰訊ADR跌0.4% 百度比港股跌0.2% 匯豐控股ADR截算佈57.74% 比本港收市價升0.4% 邮邦和港交所跌大約1% 汽車股回落 比亞迪跌超過1% 韋小里跌4%至5% 看看今早上亞太區股市的情況 亞太區股市普遍都要向下 回到美股的跌勢 日股南韓市都跌了1% 日經平均指數32,294點 跌近352點 南韓市跌31點 澳紐股市跌幅大約0.6% 接著就和你談談昨晚外圍的最新的情況 看到現在美股昨晚跌了 現在恆紐肯市都跌了 可能今天也有些收押 先說說昨晚有什麼消息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終於提及貨幣政策的方向 昨晚說 如果時機合適的話 將會毫不猶豫的進一步收緊政策 對於現在的緊縮程度 是否足以令到通脹回到2%的目標 重新聯儲局都沒有完全把握 市場好像解讀這個言論 好像都是偏鷹派 還有見到債息都有些回升 連升幾天的美股好像都有一個借勢回調 你自己怎麼看 美股短期會不會都轉一步收押一會兒呢 沒錯 其實如果從鮑威爾最近幾次的說法 其實它本身都是對往後在一個加息與否的空間上面 其實都是留有餘地 如果從官員的角度 其實它自己也沒有說得這麼確定的情況在那裡 只不過原先市場 即是覺得未來可能講加息周期已經結束 我想大部分是從一些經濟數據 去反映回未來是一個貨幣政策一個執行面 有機會是這樣去做 而我自己看回這段時間 美國經濟所表現出來一個經濟表現 我自己覺得是表現仍然相對比較強勁的 同時但是又未至於去到一個過熱的情況 所以我自己總體上覺得 其實聯儲局在過去一段時間 對於利率的執行 或者對於在加息和益壓經濟過熱中間的落默點 其實的確是做得不錯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雖然昨天看到市場就對鮑威爾的言論 其實那個反應就有一點覺得失望了 但是我覺得往後來看的話 其實看回這次加息那個周期 我自己覺得逐步見頂或者已經見頂 其實我自己覺得這個看法都仍然是比較正面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從基本面 或者從一個資金的寬鬆面來看的話 我覺得在未來一段時間 其實理論上整個美股市場應該都有所改善 再加上現在美國一些企業 其實在說業績表現又不算特別差的情況 當然如果以估值來看的話 三萬美股指數現在就不算便宜了 但是如果結合未來一個增長的趨勢 或者增長空間 我覺得未至於說估值屬於特別高 或者是泡沫過於特別大的情況 所以總得上我會認為 美股有機會在消化近段時間 一個短期反彈的獲利回吐 經歷過整股之後都不排除繼續向上的 對於往後我自己相信 包括了美債息也好 或者說美匯指數 我自己看就未必說會維持到之前的強勢 但是當然對於美債息 我自己相信就不會說很快地回落的 因為始終都有聯儲局繼續縮表的因素在 往後我自己相信是會一個比較緩慢向上的一個 緩慢向下的一個趨勢為主 所以見到昨天美債息10年期升到4.6的水平 我相信往後仍然有機會回落到4.5以下 這個情況對於美股來說 會在基本因素方面帶來一個利好因素 嗯 這樣我認為暫時看得不太差 因為港股 近期也有一個反彈勢提供 但這幾天就有氣一氣 我們先轉看港股上的表現 待會就問Kennie怎樣看港股的情況 我看到昨天內地公佈了通脹數據 就未如理想 看到通縮陰霾都再出現 恆子昨天表現佛力 恆子早段曾經升了48點之後就倒跌了 最終收市跌57點 收佈17511點 成交壓大約753億 前日大升的內房和物管股表現尤其失息 至於小米連續7個交易日上升 升到21個月以來高位 領展業績之後股價都再升超過2% 而中小型新股喜相逢首日掛牌最多爆升1.5倍 收市升幅收窄到4.9倍 看看北水本路 港股繼續回落 但北水轉為錄得淨流入49.4萬元 資金主要追逐指數ETF 盈富基金錄得15.3萬元淨流入 南方恆生科技ETF和恆生國資ETF 分別給資5.8萬元和3.2萬元 而個股淨流出方面 中芯和中海油分別走資9,000萬和4,000萬元 我們繼續和Kenny談談港股的情況 我看到昨天港股仍然有回落 但成交又不太多 內地的數據顯示好像仍然有通縮的風險 港股三年跌 但似乎看到股壓又不算很大 因為有些個別的股也有資金追捧 你怎麼看港股近日的反彈的格局 是否仍然是未變的呢 港股昨天已經連續第三天出現一個調整的情況 相對外圍美股來說 近段時間港股表現是相對比較弱的 包括前段時間港股出現反彈 去挨近萬八邊的時候 其實刺激港股向上反彈的最大因素 都是外圍的一個積率開始出現一個向下調整的情況 只不過對於香港股市來說 我相信內地經濟數據是一個更加大的基本面 包括反映在昨天所公佈的一些PMI數據 CPI數據或者前段時間一些PMI數據 其實都不是特別理想 或者說市場對於內地在經濟復甦方面 似乎的憧憬方面就未必說特別大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想港股缺乏一個最大基本面支持的情況之下 似乎港股短期有很大上升動力 我覺得就未至於 當然昨天其實港股那個跌势 是有機會出現一個放緩的情況在那裡 但只不過在今天隔晚 昨天美股下跌和市場對於一個未來 一個加息的環境 又再度好像有所憂慮升溫的情況之下 我想今天港股都有機會 就是下市一萬七千五以下的了 所以再向下看的話 我相信再向下要看前段時間 大概一萬七點一個底部 可不可以真的守得穩 還有如果從趨勢方面來看的話 我相信就算加上近段時間 但是港股反彈因素 其實港股始終都未脫離到 一個走勢積弱的情況在那裡 一方面反映著第三季一個企業的 就不算特別亮麗 直至到現在為止 同時對於第四季內地經濟 我想大家都未至於說提得特別進取 剛才講到一個通縮的情況 其實近幾年以來 內地出現通縮的情況就不算特別常見 反而見到最近那兩個季度 其實如果按照名義GDP 和實質GDP去計算的話 其實內地已經連續兩個季度 是出現一個通縮的情況在那裡 反映著內地經濟 都是真的比較低迷一些 我相信往後都仍然是要 依靠著內地政策法力 包括在房地產市場或者其他的消費 甚至乎在一些金融投資層面 會不會有更加多的政策出來 所以我相信短期來看的話 港股有機會短期都是一個持續沉底 換步向下的格局 我自己看一下 剛才所講的1萬7千點附近支持位 如果港股真的要確認一個轉勢的話 我相信至少要站穩在1萬8千9樓上 才會確認一個轉勢的訊號 當然短期目標我未至於看得那麼高 會在前段時間 1萬8千3萬 也真的對上一個月份的高位 我相信會是一個短期反彈的目標位 讓大家看實 也要講一下焦點的業績股 汽車股近期也有一個反彈很好 其中一個是比較強的理想汽車 昨天公佈了一個季績 簡單說大數 第三季 理想由虧轉型 經調整淨利潤34億8千萬人民幣 汽車加付兩岸年增加3倍 季內收入升了2.7倍 毛利率升超過9%到2.2% 公司預料第四季交付兩最多達到12萬8千家 按年升最多大約1.7倍 第四季的收入率 預料就會升最多1.2倍 看到理想在美股 其實初段都好像衝過上去 但最後最終都是跌下來 看來今天在港股都未能幸免的那股 看到ADR那邊的表現都是向下 你怎麼看今次理想的業績表現 究竟是和大家預期 好像大數都是好的預期 你自己怎麼看指標和前瞻性 究竟有沒有驚喜還是失望呢 接下來理想要留意什麼焦點 股價的走勢還有沒有再上升呢 我想理想這份業績 總體上我會覺得是對版的 反映在以下幾個理好因素 第一就是看到它在第三季 那個銷量增長的確是比較強勁 這個就不會太意外 因為始終它每個月都會公佈自己的銷售數據 同時的無利率我想也是符合市場預期 就是去到21點多的一個水平 這些其實前段時間 我想市場都從一些數字方面 已經是看得到的了 所以就不算是說一些特別大的驚喜 反而看回如果講到一個未來前瞻方面 我覺得這個就沒有太多理好因素的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它剛剛在這個月頭 就公佈10月份一個銷售數字 其實相當之理想的 也都是繼續創出新高 看到它單月的銷售已經突破了一個4萬架的水平 而在它的第四季前瞻當中 預計最多是12萬多 變相也就是說去到11月或者12月這兩個月份 就是平均每一個月的銷量增長也都是4萬多架 所以按月來看的話 也就是代表著11月12月按月的增幅 就似乎不是特別明顯 所以我相信這個是 就是剛才所說的 整份一個不錯的業績 自己稍微覺得可能有少許 就是差一點點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以總體來計的話 我覺得這份業績其實總體上面都算是收貨的 特別是面對著今年雖然整個行業 仍然是有一個比較的平穩增長 但是始終去對比2022年 其實行業的增速都是放緩了的 比如看回2022年全年 新能源車在銷量方面 全年是當年增長百分之九十幾 而看回今年頭十個月 說的增幅已經是放緩到三十幾個百分之 所以對於行業的競爭來說的話 會是加劇了 同時也都見到 包括理想一些其他的主要競爭對手 其實那個表現有些真是沒有理想的 因為見到在競爭加強的情況之下 對它的毛利率真的產生了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抑壓作用在這裡 反觀回你想起 就是剛才所說的 第三個的毛利率是有21點多 對比起按年來看的話 也有一個不錯的增長在這裡 就算我們看回最新的10月份 說的單月的毛利率都有22% 也就是說最新都維持著一個比較平穩 或者增長的趨勢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整個行業當中 真的要挑選一些比較有投資前景 或者相對比較優質一點的股份的話 我通常第一就是看現在的車企 對於市場的影響力或者市潛率